所谓时尚就是别人看不懂 你们都在笑我是个稀巴头 而我却不在乎 毕竟这样骑车上路就不怕中暑了 姑娘你现在是不是满脑子只有习惯呀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一顿大排档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两顿 来吃吃看大排档 没吃饱就去隔壁吃不穷大排档 总有一款适合你 虽然我没吃过这两家大排档 但我知道老板应该很随性 这家店的老板就很奇怪 你开门做生意居然叫我们不要买 那我们就真的不买了哟 这位顾客麻烦你看仔细 是不 要买 超市柜台的狮子王布放不下了 超市阿姨想出了这样的办法 别松手下面可是万丈深渊啊 哪个好心人快点帮我买回家吧 这齐心吊胆的日子 实在是太难熬了 我是一个很精打细算的人 家里天然气用完了 我打算用桌油卡牌上面的火 把这锅汤热一热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这些纸牌都烧了吧 还有可能热一锅汤 我走过最长的路不是套路 而是棋盘上的路 这把国际象棋已经开始一天了 双方的棋子还没有开始正式交锋 对棋子来说 这是属于他们的马拉松 哈喽大家好 你们刚刚看到的是这个国际象棋 吸取了苹果手机升级换代模式之后 推出的全新国际象棋 PLUS 现在呢 这个手机厂商真的是掉入了一个魔性的怪圈 一代比一代长 照这个趋势我们有理有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的手机将取代称杆跳运动员手里的杆 到时候呢 刷朋友圈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哈曹 你做好以后 跳起来刷朋友圈的准备了吗